滚蛋吧废话 叶问众多徒弟中 他最不喜欢的是谁 李小龙 因为李小龙将功夫传授给了外国人 叶问有几个老婆 几个孩子 两个妻子 第一任张永诚 为他生了七个孩子 但有三个不幸夭折 叶问有钱后的不良时候 叶问开物馆后有了钱 就染上了大烟 不顾徒弟和家人劝说 甚至连物馆的积蓄都掏空了 叶问真的预言了 李小龙的早逝吗 当年叶问第一次见李小龙时 开玩笑地说 他走路时脚跟不着地 说他短命相 没想到叶问一语成沉 叶问的妻子是什么来头 张永诚 他是清末支持维新变法的外交官 张一恒的后备亲属 也是当时的名媛 叶问真的一直打擂台吗 没有 更没有一次打过十个日本军官 和俄罗斯大力士 他也没去过美国 更没打过美国的海军陆战队 据说叶问抛弃了自己的妻子 是真的吗 是的 1949年 叶问逃亡香港 抛下了自己的结发妻子 后改名业役 结发妻子等了他十年 最后郁郁而终 叶问当时不收弟子 然而却又为何开了武馆 生活所迫 也是为了报答朋友 在战争时的救济之恩 于是开设武馆 并叫他朋友的儿子 侄子学永春 叶问的晚年生活是怎样的 除了传授武艺 就是去茶馆喝茶 打麻将 还喜欢渡蛆蛆和看豆狗